现在得肾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和我们的环境是有关系吗 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问的问题 和咱们现在的生态环境有关系吗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像前两年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三鹿牛奶事件 这个可能当时吵得沸沸烟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 三鹿牛奶事件 其实根本上讲述于肾脏病 因为它这个里边主要是有一个化学 化学的物质 叫这个 叫什么 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东西叫什么了 那它就可以导致的就是肾结石的产生 那么它这个集中发生在一些小儿身上 因为成年人基本上这些物质是可以排泄 但是小儿因为它肾功能的问题 发育不是很完善 它排不出去 那么就导致了一个肾结石的发作 当时在国内的这个死亡病例报道上 其实死亡是因为肾结石 那么你想喝一个牛奶 它还可以引起肾脏结石呢 所以说这个现在的这个食品的添加剂 确实有很多会导致这个肾脏疾病 我们下期 bubb些小儿 Worcella 我们下期望 wissha